好 我們再來看四十三月 定說 雜含經的念著 末後有缺失 那麼正段神主全缺 就道瓶裡面 四正段四神主 叫四如意主 都沒有 就少了這兩卷 根的前分 就是 那麼五根的前部分 意思就是 四念著 四正前 四如意主 五根 這四念著 四念著跟五根 四念著是末後有缺失 五根是前面有缺失 那麼四正段四神主是全部都沒有 就導師的研究了 就是在 一句於且世紀論 然後再看雜含經 的經文 那麼發現到 四念著的 後面 少了一些東西 五根的 五根的前面 少了一些東西 那麼 正段四神主 都沒有 這部分都沒有 就是經文裡面找不到 沒有 沒有這部分 那麼 念著為經的 卷二十四 根為經的是卷二十六 中間所缺的 所以依照這個次第 依照這個次第 就是二十四 二十六 中間所缺的就是 二十五 就是第 卷二十五是 缺失的 由於經文意思 或者以 無憂亡 批育的一部分來代替 那我們說 這個可能就是 那 當時的人認為 那麼 把 少了這一部分 把一樣是 求他把托勒這一部分 拿來 拿來放進去的 那麼第六 論文的抉擇經意 有的 或有設送 或沒有設送 長篇論意 沒有雜含經文可以比對 但經 審細的探究 這不是現存的雜含經有遺落 意思就是說 如果有一些他有論文 就是 他來講 經的什麼道理 但是找不到相對應的經 那並不是 因為前面講是 有遺漏的部分 經文本身有遺漏 經文本身有遺漏 他就講是四部分 就是 五根五粒是 一定是遺漏沒有了 那四念處 四念處的後面有一些遺失 那五根的後面有一些遺失 是這樣 那其他的部分 並不是經文有遺漏 而是什麼 而是 他是說 這一些論意是抉擇 其他阿含經的 就不是雜阿含 是中阿含 長阿含 跟真意阿含的 那我們說有一些 中阿含 長阿含 真意阿含的經文 其實 原來也是 從雜阿含 移過去的 但是 這個余解釋 在解釋 解釋 這個經義的時候 那個時候 一定是已經有 不是雜阿含 因為一切實論是比較後期的東西了嘛 到這個 吳佐那個時代都是很後期 大聖都很後期了 那麼 《四阿含經》 正式成立的時候 那個是第二節節的時候 所以這個是很早的 因為現在的 中阿含 也是說一切有部送本 所以去比對 還有 他說 他說 這個主要是中阿含 因為 因為 中阿含跟雜阿含 都是有部的 其他的不是 其他的真意阿含是 一般說是大中部 但有一些也不同意 但是 一般我們說他是大中部 那 《四阿含是法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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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無可懷疑的 我們說這個是 最先是旅程發現的 最先是旅程發現的 不過他的赤地 可能有一點點亂 所以 導致現在 根據這個 來做整理 所以叫整編嘛 那麼論文先例 溫斷蘭 溫斷蘭就是赦頌 赦頌我們說過就是 以幾經 幾經為儀送 那麼有一些赦頌 他不是以精明 是他的道理 意理 那麼他的什麼意思 然後依送 所列舉的項目 依依的抉擇 那麼就是他 他去說明 論意他裡面的經意 分析 這一些 所以叫抉擇 這些修多羅相應 所沒有的論例 少數的不在赦頌 以內 可以說是 附一 附帶的論集 那麼 而多數卻是 色頌所固有的 有些是色頌裡面 沒有說到的 那 抉擇雜寒經的論例 而包含了雜寒 以外的經意 就是說 看余且 這個是從余且色頌裡面才知道的 因為余且色頌是在解釋雜寒經的 可是 如果這樣對照的話 有一些看不到那個經 所以他說解釋 雜寒經之外的 特別是中阿寒 特別是中阿寒 那麼這是值得重視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那你就解釋雜寒就解釋雜寒 為什麼要連帶解釋到中阿寒呢 那導師說這個 這個問題值得重視 那多下午我們會討論到這個問題 現在把修多羅相應以外的論意 所依據的經典 列舉如下 凡色頌所固有的 加頌目 這個引號 在上面 所以這個我們就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 論 論 只要是這裡講的論都是 余且色地論 然後卷87 那麼 他有講到 引到長阿寒的泛洞經 那麼這個卷88 有引什麼 夜 那 還有講到夜的部分 那我們知道這個中阿寒裡面 有一些經典特別討論到這個夜 分別大夜經 夜相應品 何珀經 那渡經 倪錢經 那卷90 就是從 從87 88 89 90 這樣過來 就是這些論意裡面 抉擇論意裡面 有討論到 雜阿寒經之外的 都把它列出來 那麼 那麼 那麼就是說 這一部分論意裡面 並沒有講到 雜阿寒 但是 並不是他 隨便夾 而是 他是 依 這個其他的阿寒 來說的 那 論90裡面 有三空性 中阿寒 小空經 大空經 還有分別六處經 還有分別六處經 所以說 這些 有的把它放在 就好像歸類一樣 這個把它歸類到 中阿寒 歸類到長阿寒 有些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依據 北傳的 中阿寒來講 那這個論93 中阿寒的大陰經 論94 就瑜伽斯蒂論的卷94裡面有解釋到 中阿寒的字經 跟汽車經 那 卷95 有漏晉經 相機浴經 那 另外 後面還有一個雜阿寒的 984經 那論的96 有解釋到 這個 中阿寒的多戒經 說促經 還有這個 成就戒經 論的97裡面 十子吼經 分別六戒經 善法經 諸法本經 達泛恨經 阿奴波經 然後 還有這個 進不動道經 好 一雜阿寒經的 修多樓相應的次第 抉擇 是 相應教 的 於戒論 色 是分 包含了 二十部以上的 中阿寒經 那麼 說這些經 在赤 統帝部的 巴黎章南傳的 他並不都在中阿寒 他有時候在 真意阿寒 就是真知部裡面 所以說 這個歸類到底歸類在哪一類 這個各個部派也不太一樣 赤地到底是先什麼後什麼 這個部派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說 我們現在這些都是很多都是部派的論議 那麼又引用了修多樓相應以外的雜阿寒 因為雜阿寒有三部分 修多樓相應是最原始的部分 他是在說這樣 那所以 以巴黎中部的長爪經相當 南傳的把它放到中部裡面去了 1042 1043經 中部薩羅村婆羅門經 匹蘭若村婆羅門經相當 那麼 九八四經 因為他講 這個 色飾品主要是在解釋 是相應跡經原始的部分 修多樓相應是雜阿寒裡面最原始的部分 但是他也有解釋 修多樓相應就是原始部分之外的雜阿寒 但是 少數啦 幾部經 多數都是解釋中阿寒 那麼九八四經是真知部 四極一七九經 這個都是對釋來的 那麼色飾分手引用的 修多樓相應以外的 因為雜阿寒有三部分 那包括後面 後面的那個部分 然後 這個最早的 我們就是前面講的七世 那主要就是四部分 月運 促 元起 是第十 這個雜英宋這部分 還有道平宋 那這個是最主要的 那後面還有幾部分 那 這個 色飾分主要是 就是修多樓相應這一部分 這個是最原始的部分 那還有之外的也有引用到 修多樓相應以外的雜阿寒 這一部分 但是比較少 那 只要是引用到之外雜阿寒的都是屬於如來所說 色飾分的抉擇經濟包含了修多樓相應以外的經典 確實值得注意的問題 好 那後面 那個 這裡沒有註解 好 現在來看企業的部分 前面是講修多樓相應 那企業是寄送 企業是寄送 有寄的部分 好 因為他 他這個 經論會編電子佛典集成的裡面沒有 導師的註解這一部分 他沒有列進去 所以沒有我們就沒辦法講 那就不用看註解 來看 這個企業有寄部分 雜含金的有寄部分 是古代企業的實存部類 視為解收 就大概 來把它說一下 九分教或者說十二分教 最初基本上就是三分教 修多樓與企業 這個是最初的 這二分教是最初的 在不同部派的傳述中 始終不宜的並列 第一跟第二 三分教 三分教是修多樓企業跟祭說 那麼他說修多樓跟企業 都是一直在第一跟第二 不是其他分教 就是 其他包括 十二分教裡面 或九分教裡面 其他的 赤地不定 就不一定 那有些在前面有些在後面 那這個可以比 那就是說 一定都是 不管你九分教十二分教 不管你哪一個部派的傳承 前面第一個第二個都是修多樓跟企業 一定都是這樣 後面就不一定 所以 他說這個是應該注意的問題 修多樓意義為經 氣經 所以雜阿含經 叫做相應阿含經 他就是氣 氣就是相應 全部都可以稱為相應修多樓 上文說道 於潔斯蒂論在解說十二分教時 修多樓與祭誦相對 被局限於長行直說 意思說修多樓到底包含什麼 現在我們 解釋修多樓也就是指長行 修多樓就是像 這樣經文 一段一段的 長行的經文 我們叫語體文 跟祭誦相對 所以主要是跟祭誦相對 但是修多樓真的是這樣的意思嗎 他說因此想到了 所以他說被局限叫長行直說 就是我們說的語體文 因此想到了雜喊的有記部分 與相應部的有記篇 就是南北船來對照 那麼相當 絕因是解說為奇夜的 雜喊經的運觸等相應 是原始的相應修多樓 就原始的相應修多樓 如初期的阿比達某 所謂卻有部的法運族論 赤同蝶部的分別論 就是赤同蝶部就是南傳 南傳的主要有所謂的講個七部論 那麼不完全跟 北傳的這一些 一生六族論是一樣 不完全一樣 但差不多差不多 分別縮細的 舍利弗阿比達 那分別縮細我們可以說這個 因為我們前面有講過吧 這個上座部底下就三大細 分別縮細 說一切有部細跟獨子細 這三大細 那南傳的基本上就處於分別縮細 北傳的論 主要是說一切有部細 應該說南傳的經歷論 都是分別縮細中的赤同蝶部 分別縮細 法杖部 那麼劃地部 那麼這一些都是屬於分別縮細 那所以 包括引光部也是 也是分別縮細的 所以他講 南傳的基本上就是 經歷論都是赤同蝶部 北傳的就不一定了 北傳的很多 那麼 丹丹 扎阿罕就屬於不同的部派 律也有五部律 也不同的部派 那麼論 就更多了 有很多的論 那麼 也是不同的部派 南傳的就沒有那麼複雜 他完全是 同一個部派的傳承 那 所以他這裡講 分別縮細的 舍利佛阿比達 分別的論題就不外乎是 這些相應 這樣 雜含經的有跡部分 可能就是早期的歧願 於潔師帝論 思所成帝 說到 天 我 如如舍 取了 如是 如是 無簡略 如是 廣說 鮮白筆 此中 其 厭 送 因之 天問 渡瀑流 佛說 怎麼樣渡生死瀑流 佛說此其厭壽 瑜伽論給予抉 就給他 說 說明 分析 論意 加以論意抉折 就講 他在說什麼 說什麼道理 為什麼這樣說 這個就是抉折 抉折經意 此經 鑒於相應部的有跡品 雜含經的有跡部分 雖文句不同 而意義一致 這可見 雜含經的有跡部分 於企業論 確實 稱為 企業 這個是英義 有叫企業的 企業 從 字義上來說 就講 這個 不外乎是 歌詠 那 一般難民 我們 比如說 祭壽 歌詠 那 類似早期 我們詩經 也是這樣 觀觀居究 在河之中 類似像這樣 歌詠 那麼難在九分或十二分教中 變複雜 所以說 同樣一個詞 放在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不同的解說 一般 一般翻譯企業為 應送 重送 那麼 指長行說明以後 再以 寄送來說明 指義更為明顯 那麼這個叫做重送 那另外有時候 孤起送 孤起送就是 這個 前面沒有長行 前面沒有語體文 那直接用寄送來講 那麼 重送是前面有語體文 那麼後面再用寄送 讓他更 清楚 那麼清楚是 讓他 抉擇他的 義理 把那個義理 或是他的 這一些說法 用寄送的方式 便於背送 再寄起來 其實是這樣 所以說 以十一更為明顯 但這不是企業的原始意義 就是說 企業最初並不是 重送或應送這一類 所以我們說 但是後來他是指這樣 就是說 就是名詞 他後來都有一些些 變化改變 改變了 那麼這個在佛法裡面 有一些名詞 確實也是這樣 那 比如說我們前面講的 雜喊的雜 後來變成雜亂的雜 那其實原來不是這樣 那後來就以這個意思為主了 那十二分教裡面 其實也有類似這種情形 就蠻 有一點點 就是 你如果研究起來有一點點混亂 不能確定 他 這裡在解釋這個 企業 因為 修多羅跟企業 這兩個是最主要的 不管你九分教 十二分教 這兩個都是 還是三分教 這兩個都是最主要的 他說 他說如阿比達摩大皮菩薩人 這大皮菩薩人裡面講 什麼叫應送 應送 就是這裡的 重送 就是企業 那麼他說 為諸經中 依前善說 氣經文句 後結為送 而奉送之 即 集結文 集結品 好 那後面再講 導師後面會解說 我們先把這個念完 如世尊告諸比丘 我說 知見 能見 能進諸漏 所以就智慧了 正知正見 能進諸漏 若無知見 能進漏者 無有是處 假設 你沒有這個正知見 你能夠得解脫 沒有這個道理 世尊善說此文句 就是類似像這樣的道理 那講在各個經論裡面 父結為送 而奉送也 有知見 有知見 淨漏 無知見 不然 達韻生滅時 心解脫煩惱 就是 你要有正知正見 那什麼是正知正見 要知道 五韻是生滅的 就是無常的 無我的 其實是這樣 這個時候 你有這個無我的正見 你就可以得解脫 你沒有這個無我的正見 你是不可能得解脫的 那 他 用這樣的記送 來讓你清楚記得 佛法的根本是什麼 那這些經在講些什麼 那他經句可能是很多 但是他稍微引用 我說類似像這樣 然後他只引用其中一段而已 但是讓你知道 這個 這個經文的核心 在哪裡 意理在哪裡 去用這個記送來表明 那也方便記 記住他那個經文 也記住那個經意 其實是這樣 大比佛撒論集成於西元二世紀 在有關九分教或十二分教解說的現在聖典中 這是比較早出的一步 就是在論 論裡面 有解說九分教或十二分教裡面 那麼大比佛撒論算是比較早 論文分為兩段 一前善說 善說是 這裡說那裡說第幾經有說第幾經有說 這些 後結為頌而奉頌之 是說明他的體材 就是集結文 就是文句 集結這各個品類 一樣的東西 是指名部類 第二個 如世尊言以下 又舉例於說明 先長行後 重頌 與一般所說的重頌相合 但不是集結文集結品的原意 是 一般後起的解說 大制度論說 租金中 寄 明 企業 一明 解脫 這是犯說 不能說明企業的特殊意義 那麼 西元三四世紀造成的 誠實論 誠實論是一部很特別的論點 和黎巴摩造的 他的很多說法其實跟 很多佛教原來傳統的說法 也不太一樣 那 企業者 以 寄 以這個寄 那麼 寄 修多了 第二部 說 企業 企業名 寄 寄有兩種 一種叫做 寫圖 一種叫做入寫 那麼入寫也有兩種 一個順煩擾 第二個不順煩擾 那講到這裡就我們就稍微有點複雜了 但是 這個我們稍微理解一下就好 也不用特別要去研究他了 那麼企業中說是名 企業妥 誠實論初解企業為重送 這個是跟這個前面說的一樣 在解說 企業頭時又說到企業名 寄 以及企業的特殊意義 一論說 分別如下 企業 叫做寄 寄又有 寫頭跟入寫 入寫又有順煩擾跟不順煩擾 不順煩擾 叫做企業 最前面也是企業 最後面也是企業 那這樣 那這樣是 這樣是怎樣 就是說 最前面的企業分成寄 寄又分成 寫頭跟入寫 入寫又分成 順煩擾 不順煩擾 不順煩擾 叫做企業 那這樣 我們就往底下看 企業是 一切寄送的通明 又有特殊的企業 所以 前面那個企業 是 一切寄送 都叫做企業 後面 最底下 不順煩擾那個企業 是特殊的企業 那這樣 那我們怎麼知道你說的企業到底是指哪一個 那所以 一論說 既有 寫頭與入寫的分別 所以我們說 這個名詞 它有很多種 複雜的意思 很多種複雜的意思 那這個是難免 比如阿安經裡面在講六四外道 那六四外道你會發現到六四外道的 主張 也很複雜 那麼這一部經裡面 這種說法 說是富蘭娜的 這一部經卻說這種說法是婆佛陀的 這一部經說這種說法是婆佛陀的 那一部經越說 這一本經是墨切禮的 就會掺雜在一起 那這個有時候傳說就是 背誦 這個輾轉傳來有時候會混在一起 有時候也難免 那 這個名詞有時候會這樣 有時候指這個意思 有時候指那個意思 那後來混在一起 那所以他這裡講我們來看 說既有茄陀與陸茄的分別 茄陀是宣說佛法的寄送 陸茄是世間的寄送 陸茄就是世間 是世間的意思 那世間的寄送 世間是什麼 隨順世間就是煩惱的 隨時生死的 順於煩惱的 這裡叫做會贏會道 那比如說這個 如果依以前的標準來看 世間很多東西都是會贏的 就是說 講那個愛情的啦 你農我農那種的啦 那麼 類似像這一種的 歌頌愛情的啦 然後有不順煩惱的 世間寄送 而不會引起煩惱的 就是 企業 就是世間寄送裡面有 有順煩惱跟不順煩惱的 那不順煩惱的這個叫做企業 誠實論雖做這樣的分別 但對分教的企業來講 意義還是不明了 這個是 這個單單只是 誠實論的分別喔 其他的沒有這麼說 那麼因從 絕疾文 絕疾品 去研究解決 那麼這個就是 大彼菩薩論的說法 那麼計算是 企業是絕疾文絕疾品 好 那麼 於絕論攝氏分有關於 雜阿吉某 那麼阿吉某就是阿罕 阿甘嘛阿甘嘛 那麼它是輾轉傳來的意思 提到了絕疾品 那麼 於絕疾論文有先後兩段 次第說明 現分裂為上下 就是他做這個表 把他 這個 他是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課本是分左右啦 那 這個原來的這個 雜阿甘金會編是分上下 那這個左邊的就是上 右邊的就是下 那因為他文還是分 分上下 但是 我們這個編排是分左右 所以 我們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他說 他說 以便作為對照的研究 像論 卷八十五 上面 就是左邊 砸阿吉某者 位於世尊 官代 彼彼所話 宣說 那這一部分下面沒有相對應的 所以他就空白 那底下有 當之士 一切相應 略有三項 何等為三 那上面沒有 然後底下就是 當之士 他說如來 及諸弟子 所說相應 那底下就是有 士能 這個 若如來 若如來弟子 士能說 如來弟子 所說分 那麼前面 他 那 那這 這個士能說 士所說 士所為說是 連結在 右邊的 何等為三 一 士能說 士所說 士所為說 如來及弟子 所說相應 是連結下面的 若如來 若如來弟子 士能說 若弟子所說 佛所說分 那麼 運戒 處相應 緣起 實地相應 念著正段神職 更立絕之 道之 露出洗念 血正進 等相應 右一巴仲 所中相應 那麼這段我們前面也有引過 那下面的就是他講 若所了之 若能了之 士所 說 如吾曲韻 六處 因緣相應 及道平分 若諸 比丘 天魔等眾 士所為說 如結幾品 好 那這我們前面有說 能說 所說 所為說 就是 說法的人 所說的法 跟說法的對象 基本上就是這三部分 能說 所說 所為說 那麼他後面有講 這個 後結集者 唯令聖教久住 捷運 雲朵難受 垂席所應 赤地安部 好 那這個前面也有引用過 我們再來看 那把這段文再拿出來 比對 以此比對 以此比對 對比就是比對 從先後的多少差別中 可以了解 企業的意義 那怎麼了解呢 我們來看 他說 後結集者 為令聖教久住 結 溫 朵難受 那溫 那溫 朵難是 赦頌 結成的赦頌 不是別的 正是古代 集經者的赦頌 如分別 功德論 說 撰三藏期 就經律論三藏 入十經為一記 所以而者 為將來送席者 聚其忘物 忘記了 或送錯了 見明一本 思為置物 就能夠知道 原來是要 這個在前面 這個在後面 原來是這個意思 那麼 結經為記 在十經後 也有總列在最後 忠於製成部類的 就所有的記 變成一個部類 所以就變成 企業的部分 有記的部分 原始結集 無論是法 相應修多羅 是律 波羅提木拆 那麼 波羅提木拆 一般 解釋說 戒 那 律一般叫做 疲難也 但是 這個有時候 我們說一個名詞 它有時候也 就是 解釋的不太一樣 不過一般我們就是把戒 叫做波羅提木拆 把律 叫做疲難也 那 戒跟律到底怎麼分 那又是一個問題 那麼都是長行善說 所以都叫做 修多羅 那 但是現在我們的修多羅 就特別是指 經 就是經 那論就是 特別解釋經的 它其實 阿比達摩也有解釋律的 也就是皮難也的 那這個修多羅也不一定是經 就是 律 也有時候也叫修多羅 那麼 社時經為遺跡 就是名為企業的 結集文 這是便於祭誦的 世俗共有的 那麼 結誦法 論文 伺候又說 因為 它是 它這個結集就是 結集是經文的 這些經文都 不是世俗的 但是 它是說世俗共有 但不順煩惱 不順世間煩惱的 講的都是 好的 而不是 不好的 那麼論文 伺候又說 若諸 彼丘 天魔等重 是 所為說 如 結集品 那麼論內容就是先說的 又依 巴仲說 仲香葉 但別有部列的結集品是 雜含經的 仲香葉 是巴仲壽 巴仲壽 其實都是 都是祭壽的 都是祭壽 都以祭壽 這一類放在最後面 巴仲壽 祭壽的多 相應部的有祭品相當 與先說的 魏令聖教九柱 結 溫斷南壽 是不同的 所以 前面是修多羅的 那後面是巴仲壽的內容 那因為巴仲壽是 祭壽為主 這個就是大彼菩薩論的 企業有 結集文 結集品 那這樣 大彼菩薩論的結集文 指的就是 相應修多羅的這一部分 結集品 指的就是 這個 有祭巴仲壽的這一部分 那因為 後來巴仲壽這個 祭壽製成一品 其實是這樣 以結集文與結集品為企業 為傳承中的右翼古一 得 與結論而充分 明瞭了出來 最初結集相應修多羅時 是長行之說 富製色頌 名為企業 現在 就是 長行的這一部分 後面首加的色頌 叫做企業 那麼這個是 出二分教的本應 最初二分教就是 修多羅跟企業 所以這個企業的名稱 不斷在變化 但是我們現在 以這樣來看 最初企業的意思 就是 修多羅後面的 色頌 這個是最初 二分教的 本意 在 大比伯撒論 叫做 結集文 那麼 其次 這是第一個 其次 集成 有祭頌的 八仲頌 那八仲頌都是祭頌 都是祭頌 也就名為企業 因為它是祭頌體的 可是這一些跟色頌的那一個 企業不一樣 色頌是把這些經文 那麼 用 用 這個 就是 以這個經名或這個經義 實經為一頌 這個叫企業 那個八仲頌的內容不是這樣 它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以祭頌來說明道理的 又不一樣 所以 它又成為雜阿阿韓軍的 一部分 所以它就這兩部分 結集文是指 是指 這個修多羅的色頌 結集品 就是本來就是祭頌的八仲頌 這個是 阿阿韓軍的又一部分 好 那麼 二分教的本意 企業的本意是 修多羅的 這一個色頌 名為結集品的企業 是雜阿韓軍的三大部分 三大部分我們說前面 前面的相應修多羅 這個 這個五運六處 元起 市地 石 然後後面稻品 這個是 是主要的 然後來如來所說 既說的這一部分 如來所說 佛帝所說 這個是 這個是一部分 然後在後面就是八仲頌這一部分 那麼這個是三大部分 在現存的本中 次第也是有一些錯亂 他說好在有這個別意雜眼可以比對 那別意雜眼 別意雜眼 我們如果仔細看別意雜眼的 翻譯 跟 跟這個求拉巴多羅的翻譯 還是有一點不一樣 那有時候別意雜眼看起來比較好讀一點 那麼別意前十二卷 即卷二十 與雜眼的八仲頌相當 色頌多數保存 就是別意雜眼的色頌 保存的比較多 便於整理 所以近代學者都以別意的二十卷本 比對出雜眼金八仲頌的次第 就是八仲頌在別意裡面算是保存的比較完整的 八仲頌企業的次第 現存本有四卷的錯亂 那麼雜眼金原意本的次第 因為導師要整編嘛 這個整個次第怎麼編的 他要交代清楚 他為什麼這麼編 都有他的理由 有他的出處 有他的依據 在講這個 好 那麼卷三十八卷三十九卷四十卷四十六 這個 這個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那麼一直到卷五十 那麼 這一部分次第 他說這個是他的次第 好 來看第五部分就是祭說 那麼三分交 修多羅企業祭說 那麼 祭說也是 那麼 那麼 修多羅企業是主要的部分 那麼祭說跟後面的八仲頌 所以就變成這三部分 那 如果是企業是 八仲頌這一部分 然後變成就是 他主要這是 雜眼金的三大部分 也就是三分教 那麼祭說是九分教的第三分 在 那 導師在原始佛教聖典之極成 那麼有廣泛的論列 那這本書我也沒有完全看完 那 這裡 所以 他 怎麼個羅列 我們可能就要自己去看 那麼他這裡講到 折要的 把他重點 把他重點 就是 重點就是跟這個雜眼金 跟我們現在講的這個主題有關的 加與敘述 就是 他這一部分在 這本書裡面有談到 但是只把 講了很多 但只把重要的跟雜眼金有關的 拿來這裡再講 那麼 這個 記說 意義 就是翻譯作 記別 記說 分別 大聖佛教著重於授記 所以被譯為授記 那這個授記跟原來的記說又不一樣 所以他的名詞 就是說我們說 這個名詞不斷在轉換 那 在十二分教中 記說的解說 如阿比達摩說 那我們把十二分教稍微寫一下好了 這裡沒有講到 把十二分教寫一下 那一般有一個記說 十二分教 第一個是修多羅 第二個修多羅又叫做氣經 通常都是以長行為主的 那氣經就是相應 一切是相應經 修多羅企業 企業就是剛才講過了 那一般來講 企業 他原來他是重送 但是 他的本意是射送 就是我們剛才看過了 他的本意是 就是二分教裡面 他本意可能是射送 然後後來有所謂的巴仲送 巴仲送又不是重送 但是一般 一般是這麼說的 企業是重送 如果講十二分教的話 但是我們說這個企業他是所謂的 最原始的意義他是射送 那麼 第三個 壽祭 這個是大聖的說法 壽祭跟一般我們的祭說 又不太一樣 等一下來講 就是我們先講這個一般 一般的說法 是這樣 一二三 壽祭就是祭說 另外有所謂的 奉送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東西 有一些混淆 那奉送 一般 一般叫做 邪陀 那邪陀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那但是 有時候奉送又叫做姑祈送 所以 有一點混亂就是這樣 但是我們沒關係 我們就照一般的說法來講 那 第五個 叫做 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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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說一般叫做 幽陀那 那幽陀那有時候也是祭的意思 所以前面有講 那幽陀那 潔陀 跟這個企業到底是什麼差別 好 那另外 第六個就是 因緣 那大家如果要清楚的話就去看那個導師 原始佛教聖典集成裡面 的一個解說 好 那 這個 辟育本事本身 辟育 因緣 辟育 第八個 本事 第九個 本身 那 第十個方廣 第十一個 是 未曾有 第十二個 第十二個是論譯 大概這個就是 一般說的十二分教 但是它是什麼意思 其實是 其實是 有一些 互相 有一些複雜就是了 那包括現在我們講的這個 這個企業 你看就有一點點小複雜 那其他的其實也是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 這個是 所謂十二分教 那現在來講祭說 因為這個是最初的三分教 修多樓 企業祭說 那 他說 祭說 祭說雲何 為諸經中 諸弟子問 如來 祭說 或如來問 弟子 祭說 或弟子問 弟子 祭說 話諸天者 問祭一來 若 諸經中 四種問祭 若 祭所正 所生處 那麼 大彼 博撒論的解說 祭說 這個是大彼 博撒論解釋的 那你會看各個經論可能解釋的也不太一樣 宣約問答的人說 舉如來 弟子 諸天 如來祭說 弟子 祭說 還有諸天 祭說 那麼 不正是 於且 所說的如來 祭說 弟子 祭說 那麼 就是 他說就是這個 如來 如來所說跟弟子所說 赤約問答的法說是四種問祭 所正所生處 四種問祭是 一項祭 分別祭 反絕祭 跟舍字祭 那麼這個 這個是 佛回答 回答 眾生問題的 四種方法 或是佛說法的 一項祭就是決定說 那麼 比如說 那麼 是不是所有的一切友情 都會死 決定都會死 有生必有死 沒有那個有生無不死的 那麼這個是決定說 沒有其他的說法 這個叫做一項祭 一項祭 不管誰來問怎麼樣問什麼時候問 都是這樣講 這個叫做一項祭 分別祭 分別祭 就是分別說 那麼分別打 那麼如果講 那麼一切友情 都會死 那死後會不會再生呢 那就要分別說 多數的友情 死後都會再生 但是阿羅漢死後 就不再生了 無生了 那麼還沒 在正阿羅漢以前 就算你正出國二國三國 死後都還會再生 那麼一般的凡夫是六道輪迴 正出國的是兩道輪迴 正三國的是一道輪迴 正四國的是不輪迴 所以 所以這個要 看 並不是 一切眾生要看 是什麼樣的眾生 這個叫做分別打 那比如說有些人講 是不是造業就會受苦 不是 要看造什麼業 你造善業 不會受苦 你造惡業會受苦 這個叫做分別打 好 那麼反結 就是反問 那麼 他說 那麼他會講說 那人 人 是比較 人是殊勝的 還是不殊勝的 那他就 問 他說 這個問題要看你是跟什麼人比 比如說你跟天道比 人比天不如 那福報 人什麼時候有福報 那你要跟誰比 那如果你跟天比那不算有福報 你跟三二道比那你有福報 那麼 這個就是 這個叫做 他反問答 他問你 你要你 你這樣的問題不清楚 你要看 你 先問清楚你的問題是什麼 那 就是你意思是跟誰比 那麼我才能夠回答你 類似這樣這個叫做反結 那 這個 另外一個 舍字就是不回答 因為他這個回答 沒有答案 比如說 此事無際 那世間是有邊還是無邊 不回答 回答有邊無邊都不對 那世間的眾生的數量 是決定的還是不決定的 決定不決定都不對 因為 這個沒有辦法回答你 不管怎麼回答都是錯的 那麼 所以他基本上 這個是所謂的 這種是四種問計 可說是一切問答的方式 但四種問計 重於法義的分別 是初期 佛教英法義分別的發達 而歸納問答 分別為四類的 如第四舍字記 或作無記 無記是不予解答 無可奉告 那麼相應部的獨子總性相應 無死相應與此相當 就是在南傳的 南傳的有獨子總性 跟無死相應 那麼 大部分是這一類的 這是記說中的無記部類 為如來所說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是 佛 所謂的回答問題的部分 另外有一個記說不是這個意思 它是在法義分別 這個四種問計是法義的分別 那麼記說又著重於三聖聖者的所證 如預留於阿羅漢古的記說 以及佛弟子的所生 死了以後的未來深處 那麼 可見在法義的問答 分別以外 更有對於生命的事理 做明顯絕了無疑說的特性 比如說雜喊105經 我看一下在哪裡 雜喊105經是仙尼經 我看這裡有沒有 105經 不知道在哪一頁 這個記說他生到哪裡 為什麼你 你的弟子往生了你會跟他講 這個生 這個以後生到哪裡 這個以後生到哪裡 你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雲和德如此法 158嗎 好對在這裡 105經 他括號是原來雜喊君的經意 那你看 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他這個就是記說 他說 有外道出家民先 你來亦佛守 那先一日死 沙門婆羅門 若哲羅家若出家 及以稀有講他 如是意稱 富蘭加社為大眾主 前後為老 有聰明的有頓根的 他們死了 這個富蘭加社都不跟他 說 這個弟子生到哪裡去 不管是立根頓根的 莫且禮 就六道 也一樣 也不記說 那先蛇那 匹羅之子 阿其多 居羅陀 就是婆弗陀 加山眼 那尼建子 尼建洛提子 那麼 這一些 都不跟他說 弟子也很多 那為什麼 沙門渠壇 大眾主 也是他有很多弟子 可是弟子命中的 常常會說 這個人生到哪裡 這個人生到哪裡 那麼 那麼他懷疑 記說 記說也 那這個就是記說 好 我們放回來 這個基本上 講到 這個記說 就是 主要 我們說記說 就有兩種 前面企業也講到兩種 記說就是兩種 一種就是 佛回答 佛回答的方式 叫做四種 四種問答的方式 一向記 分別記 反節記 跟 捨自記 那麼 另外一種 記說是指 是指 記說 三聖聖者的 所贈 如預留以 阿羅漢國的 記說 那 比如說 他贈了出國 他贈了惡國 他贈了三國 他贈出國後 其有人天晚反 或是他會生到刀利天 他生到哪裡 就是 會講他死後 這個滅後 他會怎麼樣 那阿羅漢當然就不說 他去哪裡 可是 他就是 贈了阿羅漢 那麼 所以 他講 所贈 他贈出國 他贈惡國 他得烏身 他已經得甘霧涅槃 那麼這個是所贈 那麼 也有 佛弟子的所生 就是 死了以後 生到哪裡去 所以 這一部分 一般人不知道的 六四外道都沒有這樣的 只有佛陀 這個 六四外道 阿彌多 富蘭娜 婆弗朵 莫切里 善若儀 跟這個 跟這個 尼建子 他都沒有這樣 只有佛陀有這樣 所以仙尼 很奇怪 那你怎麼可以這樣 那 你這樣 你這樣是怎麼啦 你怎麼樣才能做到這樣 那麼 所以他說做明顯 絕了 無魚說的特性 那麼 他這裡舉到 我們把這個稍微 他說 舉個例來講 所贈跟所生 那麼 在雜案經裡面 祭弗蘭娜兄弟 都同德一來國 同生多率天 那這一個也很有名 他們兄弟 他一個慈戒比較嚴 一個智慧比較 比較 比較利 那 這個富蘭娜的 這個 兄弟 那麼他的 他的 他的女兒說 我爸爸 慈戒這麼嚴 怎麼跟我的叔叔 一樣都生他刀利天 那 這個 這個是什麼道理 那他說 他的 他的叔叔比較沒那麼 慈戒那麼嚴 那他說因為 因為 這個 他一個哥哥 他智慧比較低 一個 這個弟弟 他慈戒比較莊嚴 如果他的慈戒 跟 跟他的哥哥一樣 那麼他會比他高 如果他的智慧跟他的弟弟一樣 那麼他也會比他高 所以這個 基本上他講這個 為什麼他生到哪裡 他得什麼果 生到什麼地方 白手四世得虛托還果 都鑒於如來所說的部分 那麼 他說相應修多羅最後不壞進相應 是不壞進 廣際比丘等四眾弟子 及那離家聚落 在家弟子的所政跟所生 那麼也是祭說 那另外 除佛弟子的祭說之外 相應部中 更多種 更多件 祭說的十存部類 他比如說 勒納叉相應 目見年祭說 夜叉鬼的形狀 這個也是祭說 包括祭說提伯達多多惡道 惡地獄 也是祭說 那麼提伯達多的弟子 那麼常常回放 舍利摩目見年 幾天後會惡地獄 也是祭說 是這一類的 所以包括目見年說 夜叉鬼什麼形狀 什麼形狀 那麼 就佛說 那這個鬼為什麼會這種形狀 受這種苦 那是因為他過去造了什麼業 那個也是祭說 所以這個是弟子所說 如龍相應 總共有四十種級別 是四身龍的月報 胎暖絲化 龍有胎暖絲化四身 據此體力 那麼錢塔婆 金赤鳥 天 也應該是 祭說 不過這一部分 雜寒經沒有 八仲宋裡面沒有錢塔婆金赤鳥跟龍 那麼禪定相應 最後結為 部類 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供成佛道 拜託